民中站在路旁打算过马路 只是等啊等 斑马线绿灯到底亮了没 看了好久 红绿灯到底在哪里 你看到了吗 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其实行人红绿灯装在这 想不到吧 红绿灯装了好像白装 因为直接被店家的遮雨棚 还有排烟馆 挡光光 不管是红灯还是绿灯 耗志运作行人根本难以看到 我不知道那有标志 我就这个看那红灯两个都 红绿灯我就不敢过了 反正过这边我都很怕 当然很危险啊 看不到 因为小学校就很危险 这个耗志灯 旧装设在新竹竹东 东宁长春朝阳路上 三角窗探考店 摆摊装设排烟馆 刚好就挡住人型耗志灯 但是旁边就是小学校 学生下课过马路非常危险 我们也比对过去和现在的状况 原本红绿灯 旧装设在电线杆旁边 现在却因为多了摊位 整个被挡住 而且耗志感的颜色 还和摊位排烟馆雷同 直接隐形 尽量把帆布往上移 然后就是让那个 就是它的那个路灯 可以标示的比较明显 那这边的话 我都在想要把它改善 会召集建筑 使用管理单位 公务处 还有道路主管单位 养护工程科 还有主动政工所 还有主动奔局等单位 到现场会看 因为附近有国小学童 过马路真的太危险 专业者表示会想尽办法赶快处理 只是现在提倡以人为本 行人优先 耗志却直接被遮住 让行人过马路风险大增 东森新闻 孙宗荣 新出报道 再结束 散家 运航